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台北FM98.1News9898新闻台 接下来进行我们今天的单元给一个说法 民间司改基金会的常务执行委员 施红成律师在我们现场 大家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民选总统到底信不信任人民 还有就是立法要进行司法改革 我们老百姓有感觉吗 或者说他有实际的效果吗 有人已经展开了静坐抗议 谈谈国民参审法案 我们其实在6月25号 已经请了李念祖律师和前监察委员李福电 来谈过这个话题 你也听了对不对 我有听了 我觉得那个非常精彩 是值得就是关注于说 不管是陪审或参审 甚至官审都值得再去听一听 我觉得他里面有些概念 我觉得其实是我目前来讲 不管是司法院或是我们民间团体 都没有想到 其实里面是有足够 大家做参考的地方 所以两位老神还是厉害 对不对 确实是 不管是他谈到行政诉讼 应该是采用 反而是更应该直接 就是采用陪审或参审这个制度 或者说李念祖律师 他在我记得他有提到说 其实应该给被告选择权 这些事情 我觉得其实不管在司法院 或是民间团体 以目前司改会的立场 都没有考虑到这些 我觉得他其实是也点出一些方向 可能是日后 假如说我们真的要采行这个制度的话 可以再去做修正的地方 我们在YouTube上 还可以找到我们节目重播的 就只要去打关键字 李念祖 李福殿 就可以回头再听到 但是今天我们第一个话题 好像还有民间司改基金会 这方面的观察和意见 简单来讲就是 针对于国民参审跟陪审制 那司改会 自使目前的立场来讲 都是希望能够两制并行 然后透过六年的实验之后 再经过这个评估 来选出哪个是最合适 台湾民情的一个方式 但是就目前 我们目前执政党民进党 他的态度是 会在立法院 这个临时会的这个会计 会强行通过司法院版的 这个参审制 那司法院版的参审制 就是人民法官 对国民法官 对国民法官的这个制度 那只是因为 吃改会基于说之前的话 其实司法院已经有跟民间 民间有曾经协商过 要陪审参审双轨并行的承诺 之前在柯建民总召 还有韩七七位的民进党立委 曾经有连署都要支持 陪审制的这个承诺 那甚至在于2012年的时候 柯建民总召 自己还以民进党党团的名义 是提出参审制的法案 最后面来讲 民进党的党纲 他自己也明文规定 是要采行陪审制的承诺 所以我们认为说 司法院一开始就把陪审制 这个直接以人民 作为审判主体的这个制度 直接把它排除掉 我们认为说 这反而是显示书 其实反而是一个民选总统 不信任人民能够去做出 适当判决的这个认定 所以我们认为说 这个东西 我们司法会的诉求是说 希望能够不要在立法院的 临时会期 通过这个参审制的这个法案 而应该在正式会期的时候 经过大家多方的思辨 再提出最合适的方案 但是看起来 执政党也没有考虑 我们上个礼拜 两位李先生所提到的 对 也就对于行政诉讼 也就人民告 告政府 告衙门 告政府 永远是败诉的 有10%不到的胜诉 对 的机会 那么为什么不能 透过参审 更加的强调 用这种方式 来去 面对这个行政诉讼 其实像赵大哥讲 其实我 其实我上次上一题听到 真的就针对这个行政诉讼 这个我也是特别有感 那可是目前来讲 可能是我们 不管是司法院 或是我们民间司改团体 我们的着眼点 都是在刑事 刑事司法这边的改革 那所以说 至少从上一集的这个节目中 给个收法的这个端源 的节目中 可以显示说 我们目前来讲 参审制 即便是司法院所要立退 这参审制 它的范围仍然太小 它涵盖子 涵到刑事司法 而没有考虑到 也许更需要 是行政诉讼 这一块 如果是更需要 刑事你反而不必 太不必动 对 你直接去在行政诉讼上 对也许在行政诉讼上 可以 也许可以做 行政诉讼的事情 可是我只是说 这个东西 至少显示出来说 这个法案目前来讲 还是不成熟的 所以应该是要 有经过多方的讨论 甚至是不是说 范围要扩张 那所以基于 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因为执政党 目前想要力推这个法案 所以目前来讲 就是我们这个联盟 最近会举办一些活动 意思是说 我们在6月29号 到7月22号 在立法院临时 开会的期间 都会在立法院的大门口 进行进座抗议 那也为了让民众 能够更了解 陪审跟参审之间的不同 我们在7月3号的 晚上的6点30分 会举办一个街头模拟陪审法庭的活动 那假如说民众对这个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去参加 另外在7月4号的晚上6点30分 我们也会在立法院济南路 跟中山南路口举办晚会 最后面点 我们其实最主要是说 在7月5号的时候 我们除了会绕行立法院的话 还会集结群众前往总统府 你认为等一下 我知道你刚刚讲的这几个活动 你不觉得这几个活动 看起来都是撩背一格 不过是个装饰品 你觉得能号召多少人 产生多大影响力 我们希望至少是 透过这些管道 让这些声音发出去 让这些执政党 能够更重视到民意的声音 辖旗817万多票选民的支持 取得了执政的权力 权柄 另外立法院 他是绝对的多数 绝对的多数 在监察院你更不要说 他就等于现在是大小通 是规划旁起 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谈他所承诺的改革形式和幅度 不是觉得躺臂当军吗 不过绕行什么地方 游行一周 难道你还真觉得不是撩背一格 那你请问除了撩背一格 这四个字 来去勉强形容一下 还有更适合的成语 这不是国语文程度的问题 这是到底我们怎么去面对 这样一个巨大的执政怪兽 声称的改革 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改革 改革好像是要比以前 为改革之前要好一点 对 是吧 所以我们只能说透过 不然是透过各种宣传的方式 希望各个民众都能够站出来 或是更了解这个陪审跟参业的区别 然后把这声音反映给执政党局听 看他们有没有意愿 愿意来跟民众一起来谈 未来司法制度的改革 那你再讲一次吧 撩背一格的游行 就是在七月五号的时候 我们在下午三点的时候 会集结群众前往总统府 这时候我们希望能够呼吁蔡总统 就陪审跟参丞次来举行一个公开的电视辩论 大家能够更清楚了解陪审跟参丞的区别议统 然后七月五号是礼拜天 对 七月五号礼拜天 礼拜天晚上六点半钟 街头 你们六点半钟是街头模拟陪审法庭 那个是街头模拟陪审法庭 是礼拜五的 礼拜五 我们五六日都分别有活动 好再讲一遍 七月三号礼拜五 我把星期看错了 七月三号礼拜五晚上六点半 是街头模拟陪审法庭活动 对 那是在哪里 在那个济南教会前面的广场 是 什么样的案子 你要模拟叫有案子 这个案件的内容 具体的内容 我现在还没有看到那个方案 不过目前来讲 我知道我们已经在筹备中 那后续有什么讯息的话 可以在司法 是一个假的刑事案件 对 通常来讲 我们会按照真的刑事案件 去写出模拟的剧本 给大家做参考 这里面也会有法官 对 会有法官律师 我们之前司改会曾经模拟的一些 陪审制的这些活动 会有请到真的法官来担任 那个法官来做审判 那也会有真的 他就演他自己 对 他假如他判得不好的话 现场的人可以贬他吗 通常来讲我们觉得 法官都非常优秀 所以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 好 这是 很难讲 那你如果真的都非常优秀 他改革什么东西呢 是不是 7月4号礼拜六晚上6点半 同样的 第二天 礼拜六晚上 是在立法院济南路 中山南路口举办晚会 是 这个晚会你刚才也是 冲冲讲过 大致上什么内容 其实也是集结这个各个那个地 就是民间团体 还有关注这个陪审参审制的人民 我们来去做一个类似一个对话的模式 那希望能够取决大家的这个声音 或听听各方不同的意见 包含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行政诉讼 或是被告可以决定 能不能决定这个我要不要陪审参审 但是还是有职业法官来去做审理 这些东西 我觉得可能是类似一个怎么说 是一个多元沟通的一个活动 这个看起来不是选举的场子 但是做成了跟竞选的场子 差不多的形式 这种晚会 对因为我们要做一个 类似主权在民的一个呼吁 司法民主化的呼吁 是 那你估计主要来参与的 除了市民之外 你们有基本有故庄的人吧 对不对 法界的人是比较多 对目前来讲 除了我们的民间团体 不管是说民间市改会 或是台湾陪审团协会 甚至一些 目前来讲针对陪审团的 就是陪审跟参审制度的话 其实很多在野党团 原始上都支持两岸并情治 所以我觉得也许会有一些 不同的民间的在野党团 还有一些民间团体 应该都会来参与 像这样的活动 既然是这个礼拜的 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 三天要举行 那么此刻 我们节目播出的此刻 是不是蔡英文应该已经知道了 我觉得应该知道 他会到现场 我觉得 他会假装听到 因为蔡总统他之前在就职的时候 他还是有提到说 司法改革是他任期内重要的事件 所以我认为他假如有关心这个事件的话 也许他可以表示出他对于司法改革的立场 你在准备要办这个活动的利益上 宗旨上就说了一个话 总统 民选总统不信任人民 这个是 我不算难题 我是要问蔡英文 他到底信不信任人民 是不是 他如果要表示 他是信任人民 他应该到现场来的 对 是不是 你刚才应该这样讲 这是礼拜六 反正礼拜六的活动是一个 一样是晚上六点半 对 在锦南路中央南路口举办晚会 对 好 但是到了7月5号礼拜天的下午 三点钟就有游行 是 我们 绕行立法院 对 然后 集结群众还要往总统府 对 然后我希望蔡总统能够 针对这个意见来举办一个 类似一个公开的辩论的活动 他说 他会不会说 这不是选举 不应该 电视机辩论 就像张大哥说的 假如他其实假如说 他可以 是不是信任人民 或是信任的司法改革的话 其实我觉得 他是可以做一个表态的 不应该强行推动参审制 这一个制度 对 我们的想法是这个样子 还有 如果立法院仍然不理会 民间广大支持的 这个两制并行的声音 那怎么办呢 之后联盟 他会强行表决 对 其实目前来讲 我们担心就是 应该是有可能会在立法院临时 会去通过这个议案 所以我们才会去做这个呼吁 那假如说真的后来通过的话 目前来讲 我们后续一定会有活动 那只是说行动的内容是什么 目前来讲 我们还不能确定 那之后 假如说有的话 也一定会再透过各个管道 来去表示出我们的意见 目前还不知道要做什么 目前还不知道说 万一他强行表决要怎么办 应该是在他强行表决之前 就还会有进一步的 对 目前来讲其实他还没有表决 所以一直到7月5号 这个活动都是在立法院临时会之前 我们都要先去呼吁说 先不要去做一个强行表决的动作 那假如真的通过之后的话 后续的话联盟这边应该会提出不同的行动的方式来去运作 好 这是关于草率立法 而私改无改 这样一个话题 另外 是大法官解释文吧 792号的解释 购入不等于贩卖 这个话我听不懂 对不起 这个可能这标题太短 其实大法官这个792号解释 其实是针对于毒品违害防治条例 其中第四条第一项跟第四项 有规定所谓的贩卖毒品计税罪 那所谓的贩卖毒品这一块的贩卖这两个字 是不是说他的定义是什么 是不是只要你买入的话就算是贩卖 这个其实在我们以前的这个有两个 等一下买入是买入 对 本来就不等于卖 我懂你意思 因为很多这个毒品 就是我买来 流通 我买来我就是要卖的 对 空间转一手 对 赚点钱 像扎哥说的 其实就是之前的那个 我们有两个判例 其实都是以认为说 我之所以会买入毒品 最主要目的就是 以盈利为目的 而想要未来做出售 目前来讲 有7号申请这个解释 总共有7个那个被告 都是因为这样的关系而被判刑 所以他们就提起大法官解释 那大法官就必须要针对这些申请 这个事件案来去解释说 到底毒品违害防治条例里面规范 这个贩卖 他的真正的这个定义应该是什么 首先我先讲一下 就是旧的实物见解 在其实最高法院25年的 非制123号判例 他就认为说 贩卖鸦片罪 只要是以盈利为目的 而将鸦片购入 他的犯罪就完成了 那67年台上2500号的判例 也是一样的见解 他认为说所谓的贩卖行为 只要是你以盈利为目的 将禁要购入 他的犯罪也就完成了 属于犯罪计罪 换句话说 以往的这个司法的实物判例 都认为 你只要是以盈利为目的 而购入了 这个犯罪就完成 并不一定真的要有一个 卖出的动作 才算做 就是说你还没有真正的卖 对 就假定你已经有这个犯益 对 假设 犯益有了 对 可是你没有犯刑 没有犯刑照样 对 以前的司法实物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后来这才会有七个 这个被告针对 因为他们都是因为这样被判 那这七个被判刑的被告 对 提出了这个视线 是 这一条救济之路 是吧 对 对他们现在这些人还有帮助吗 如果这个解释 现在已经解释出来了 对 已经解释出来了 那我简单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这其实这个解释最主要来讲 它其实是从两个原则去切入 去认定说所谓的贩卖 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 这号解释 其实是从罪行法定的原则 以及所谓的解释明确性原则切入 那这个理由书里面有提到说 其实我们的刑事法律 通常都涉及到人民的生命自由 还有财产的这个剥夺 换句话说 针对于说刑事 刑法权的这个行使 都必须要恪守所谓的罪行法定原则 那什么叫罪行法定原则 就是说你在做这个行为的时候 必须要这个行为是法律有规范的 而且这个规范的这个要件 都必须要一般人民可以理解 而且可以预见的 第一个 那第二个来讲就是说 法院在解释或适用这个法律的时候 不可以就犯罪这个构成要件 不可以去随意的去扩张 或增加法律没有的规定 而去扩张这个刑法可罚的这个范围 第三个就是法律明确性的要求 是认为说 法院在解释法律的时候 必须要以人民可以理解 也可以预见这个标准来解释这个刑法的用语 那所以大法官的解释就依照这两个标准去确定说 所谓的贩卖是什么意思 第一个大法官从文艺解释来看 大法官他说他自己找了好几本词典 就在词典里面看到所谓的贩卖的意思 通常来讲他的解释就是说 我是出售物品 或是说我购入物品后再转售 这个是文艺解释就是这个样子 那另外大法官又从那个所谓的体系解释来看 就是说在我们那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他第四条 他其实规范了有三种犯罪的态样 一个叫做贩卖 一个叫制造 一个叫运输 所以假如说要跟这三个态样来的话 他们的严重程度都是一样 才会适用同样的法定型 那在制造而言 他其实从无到有的产生 那运输是从某一地运输到某一地 造成这个毒品流通 那所以贩卖的话 应该也是会要产生做一种运输出去 贩售出去造成危害的这种情形 才会形成同样程度的处罚 对社会的危害 对 所以也就必须有同样程度的处罚 对而不是说你单纯购入 你还没有卖出 理论上来讲是还没有造成其他人的 没干的事情不用说 对对对 然后而且另外大法官又把整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又去做了一个整体的整体的去看解释 我们毒品坏交易针对毒品的贩卖的部分 他其实针对毒品 他其实有规范四种的犯罪形态 第一种的犯罪形态叫做 单纯的持有毒品罪 那第二叫意图贩卖而持有 第三种叫做贩卖毒品而未遂 第四种叫贩卖毒品济税 那这个形态其实针对这四种形态 形度都会有层层层层的累加 那假如说我们把所谓的贩卖毒品 单纯把它解释说 我购入就当成就必须要构成所谓的犯罪的话 那其实会跟所谓的意图贩卖而持有 会产生冲突 因为假如我意图贩卖而持有的话 假设把贩卖解释成 单纯解释成只要购入 因为你说我只要意图购入就持有 那跟所谓的意图贩卖 就没有办法去做区别 所以大法官基于这个几个解释的内容来看 他认为说我们毒品危害条例 第四条这个贩卖 他必须要限于所谓的销售卖出 也就是说我拿了钱 我把我身上的毒品 原来持有的毒品交给了你 这件事情如果发生 那就是贩卖计税 对 可是假如说我单纯只是买入 我还没有卖出的话 就不算所谓的贩卖计税 这么简单的是 大法官也要解释那么多 可是这么简单的是 其实你看已经造个七成七个受刑 那只是你司法体系的人 不愿意更改他的工作习惯 或者不愿意更改他的认定习惯 是不是 张大哥每次法盲讲的这个都让我哑口无言 确实是 确实是 对 到最后一定要脱了个裤子放个屁 然后说 这是臭的 对 少年司法新智上路了 但是这个问题 我们要等到下一节再来说 台北FM98.1 News 9898新闻台 给个说法单元 民间司改基金会的常务执行委员 施洪诚律师在我们现场 施律师 是 在我们这个单元负责主讲 有多久了 有没有一年 应该有 差不多一年 还适应吗 就是每次都是新的挑战 针对于那个 有时候 针对法盲 对不对 就提出非常深刻的一个见解的时候 不要这样好不好 真的真的 就是我们 我是不懂法律的人 就是我们法律人 为什么需要跟非法律人多沟通 就是因为非法律人 有时候讲的一些东西 真实是触动 我们法律人应该要改革 就像你刚才说 为什么贩卖这个 要卖出 为什么这个简单的问题 还要去做大法盘解释 确实是 如果我们国家把香烟 到目前为止 把香烟看成一个毒品的话 或者说 我们其实在某种态度上 已经把香烟当作 某一级的毒品了 对不对 你在走廊底下不能抽 在路上站的不能抽 在哪里不能抽 在公共场上不能抽 你在你家隔壁阳台 会被漂到烟的位置上 也不能抽 如果是这样 为什么不禁掉这个烟 对不对 百有百害而无一例 就是 不行不能不能禁 禁掉 为他的烟税就抽不到了 对啊 可能就是国家税收的考量 是不是 对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 只要抽烟的人 他是真正诚实交税的人 对 理论上来讲 他假如要买烟的话 这个我们法盲就会问了 对 理论上他假如要在我们国内抽烟的话 他买烟的时候 都已经有讲了健康捐 他买死纳税 但是连被奖励的机会都没有 还要被修理 好了 我们想想这些问题 这个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 还包括了各种 人在自己做人的位置上的伦理问题 是 对 少年司法新智上路了 处法的儿童或少年 如何回归教育 要有一些辅导 对 简单来讲 这个跟大家报告一下 其实是因为我们旧的少年事件处理法 第81条地项有规定 只要是7岁以上未满12岁的人 假如说他有触犯刑事法律的行为的话 当时是规定要由少年法院 适用少年保护事件的规定来处理 也就是说少年必须要 当 假如说有少年有触犯这个刑事法律的话 就少年法官就是要依照少年保护事件 来去进行后续的这个程序 换句话说他会进入到司法程序去 但其实我们的刑法 其实第18条第一项是规定 未满14岁的人的行为 其实是不罚的 所以这变成一个很特殊的状况是说 明明就是刑事法律规定不罚 但是却要 必须要让这些儿童呢 进入到就是7岁以上未满12岁 这些儿童进入到司法程序去 而且通常讲进到一般成年人 进到司法程序其实就是一种监挠 更何况是儿童 所以说后来呢 在儿童权力公约的要求 以及国际人权专家的建议下呢 这个条文其实在去年 就已经有修法删除 等一下直到去年才修法 去年对去年才修法删除 而且要有一年的缓冲期 两公约对于台湾 已经有好多年的影响了 对它其实是两公约的施行法 可是这个法条真的是算是比较 一直到去年的时候才有一个 完整的去删除它 因为中间因为就像我们之前的话 假如说你儿童就7岁以上 未满12岁这个儿童犯的话 它其实会受到类似少年犯 也不是说少年犯 就少年保护事件 它可能会受到一些 跟少年同等的对待 比如说你要去做 感化教育或等等这些处分 要到我们关户所 对 可是之所以要需要 一年的缓冲期间 或是说那是因为我们国家 针对儿童的这种保护 不管是说辅导或是教育机构 都还不算健全 所以即便是去年修法之后 也是在今年的6月19号 才正式施行 所以说我们国家还是有考虑到 我们现今的 不管是针对儿童的 这些社福体系 可能还不够健全 所以它现在才会 我们把它放在 我们比较切身的现实里面来说 看看我的理解是不是对的 也就是说不管过去如何 现在7岁到12岁的学童 他们如果触犯了刑法 那么他们不会再移送少年法庭 对不会 那他们怎么样 以目前来讲 假如实有的做法 假如说真的发生 这个有触犯到刑事法律的话 目前的设法 就我目前看到的新闻资料来看的话 其实是假如警方收到这个话 其实他们是不能去处理 他们要通知学校 或是相关的设服单位来去 相关设服单位是哪一些单位 教育部单位吗 目前我看到有教育部 然后也有中途之家 然后还有其他经过法院指定的这些机构 但是因为 他没有一套SOP吗 先通知谁 后通知谁 怎么走 其实目前我看到最新的资料是说 这两天才公布了一个叫 儿童及少年偏差行为之预防及辅导办法 他有定这办法 可目前还在公告期间 还不能算是实际的实施 这里面就有规定一些所谓的辅导机构 或教育机构 可是我有去看到具体内容 还没有一个很完整的是 由哪个单位来负责主导 所以这一块来讲可能是未来实践上 可能还会有一些问题 如果说是七岁到十二岁的孩子 有接近刑事犯罪的这种活动的话 多半都是家庭是有问题的 对 所以并不能直接 或者说 他的SOP里面不应该说是以回归父母为主吧 或者说因为也许没有父母 或者说没有这个家人 对 他们现在其实目前来讲 我看到至少比较明确是说 应该是更强有力的公权力去介入 去从事更进一步的保护 从事安置或是保护 目前我看到至少是司法院的新闻稿 他也是说已经有三个中途之家 会加入这一块去做处理 所以他不是回归到司法程序 而是假如说比较严重的话 可能就是要安置到中途之家 这种方式去处理 对那不过这个东西其实会衍生到一个问题 是说大家会想到说那难道七岁以上 十二岁以下的小朋友 他们犯做错事的话 他们就不用负担任何责任吗 这大家会有一个疑问 那其实目前来讲 但他不会有刑事责任 但是在民事的程序上 其实还是会有的 在我们民法里面187条有规定 只要是无行为能力的人或限制行为能力的人 不法侵害他人的权利的话 就是以行为时有识别能力为限的话 跟他的法定代理人必须要付连带的赔偿责任 那假如说无识别能力的话 就是由他的法定代理 无识别能力是什么 对所谓的识别能力就是说 他自己知道说我做这个行为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那因为我们法律的规定是七岁以上 七岁到二十岁是属于所谓的限制行为能力 对那七岁以下是无行为能力的人 那无行为能力的人 就是我们一般推定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行为 那换句话说 以回归到目前来讲 我们针对儿童的话 就七岁到十二岁这一块来讲的话 假如他真的发生所谓的触法行为 造成别人的损害的话 原理上就必须要看他个案是说 他当时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到底有没有这个 认不认知他自己做着这个事情 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那假如他有认知的话 他就要必须要跟他的法定代理 一同来赔偿这个 造成这个事件的损害 那假如说他不知道的话 就是由他的法定代理员 来单组来赔偿这个损害 好的 接下来是另外一个题目 梁蒋日记案 梁蒋日记 好像有好多纠纷是不是 主要是他的归属权的问题 简单来跟大家报告 其实原则上来讲 我们所有的梁蒋日记 其实就是前总统蒋中正先生 其实他在民国51年的时候 他就逐年去交付他自己从民国6年 一直到民国61年所制作的这些日记 以及还有他其他这些总统府的文件跟史料 就转交给前总统蒋经国先生 也就是他的儿子 蒋经国先生再将这些文物 还有他自己在民国27年 一直到68年间所制作的这个日记 再转交给他的儿子蒋孝勇去保管 当时蒋孝勇呢 后来又将这些文物全部转交给他的妻子 蒋方志宜去保管 而且蒋孝勇 等一下 蒋孝勇 他还做了一个事 就是他把梁蒋的文物扫描成 萎缩的胶卷 对 所以交给蒋方志宜 保管和处理的 是萎缩的胶卷 没有就是包含的萎缩的胶卷 还有这个梁蒋的这个文物 实体 对 都有全部交过去 那只是说萎缩胶卷的部分 他是以赠余的方式给那个蒋方志宜 只是后来因为蒋方志宜 他其实后来有跟这个国使馆有签约 签一个叫合作及权益转让协议书 将这些梁蒋文物 还有这个萎缩胶卷呢 就是要转让给这个国使馆 但是因为后来这个梁蒋的这个后人呢 针对于说这个梁蒋文物 还有这个日记的所有权发生了一个争议 所以后来国使馆就针对于说 这个梁蒋文物 还有这个萎缩胶卷的这个状况呢 提起一个确认这个权利的这个归属的诉讼 这里面牵涉到的是蒋方志宜 在民国93年 也就是2014年 对不对 对 这个8月的时候 好像还有民国94年 也就是2015年 先后和美国的史丹佛大学 签订了保管契约 委托史丹佛大学 保管梁蒋文物和胶卷50年 那也就是要到204几年了 对不对 好了 那这里面还牵涉到了 和国使馆曾经签订了一个 合作和权力转让协议书 应该说蒋方自己后来 他取得这梁蒋文物 还有这微缩胶卷的时候 他其实总共做了三件事 他其实在93年的8月 还有94年1月的时候 其实跟当时的 那个美国史丹佛大学 有签订一个保管契约 先让 先给他们保管 可是他有约定说 他随时可以取回 然后在民国102年的时候 又跟我们的国使馆 有签订一个合作 及权力转让协议 将这些权力 将这些维缩胶卷 还有这个梁蒋文物 移转给这个国使馆 可是因为后来的梁蒋 后人针对说 这个维缩胶卷 还有这个梁蒋的日记 还有梁蒋当时总统 这些文物 到底是不是属于 蒋方自己所有 他有没有权利去主张 这个发生权力上的争执 所以后来国使馆 就针对说 有提出争执意见的 这些人来提告 确认这个权力的归属 那最后面台北地院 他其实审理之后 他有做出一个判决 那台北地院的认为是说 第一个为说交绝 其实是蒋孝勇 赠予给蒋方自己 所以蒋方自己 他其实是有这个权力 去移转给国使馆的 那另外针对于梁蒋文物 的部分 他其实区分成两个部分 就是说只要是梁蒋 他在总统任期期间的 这个文物呢 依照所谓的总统跟副总统 文物管理条例的这个规定 他是属于一个国有财产 所以他就是应该要交由 国使馆去统一管理 那至于说 非总统任期期间 这个文物呢 因为涉及到说 当时蒋孝勇 并不是唯一的继承人 蒋经国也不是唯一的继承人 所以他的权力归属还是有争议的 所以这一块来讲的话 他认为说这一块的移转 不生效力 换句话说 国使馆并没有取得 这一块的权力 国使馆所拥有的是 两讲各在任内 对任内的这个文物 还有萎缩胶卷 这个我们还有的 稍后编个马回来 台北FM98.1 News 98 98新闻台 给个说法单元 明年思改基金会的常务执行委员 施红成律师 在我们现场是律师 刚才讲的两讲日记 好像他是一个很复杂的官司 因为他诉讼地点 不只是在台湾 还有在美国 对 在美国 讲家的 就是讲方之仪 所拥有的这些围卷和文物的实体 对 先讲实体 目前都在史丹佛 在美国 对 所以跟美国还在打官司 对 在美国那边还有一个诉讼 史丹佛大学认为这是他的吗 他们针对 我印象中好像是 因为针对50年 对 对 跟这后人这部分 还有一个确认所有权的诉讼 但是诉讼的双方当事 到底是不是史丹佛 跟讲家的哪些人 我这个我并没有 相关的资料可以确认 但是新闻报道有报道说 在美国还有一个诉讼 对 也是针对这批文物的 那在台湾的诉讼呢 在台湾的诉讼 其实 因为我们的文物管理条例 他所指的这个文物呢 包含的 不管是信称 手稿 个人笔记 日记 换句话说 只要在 在总统任期里面 这些东西呢 包含是 两讲 他们的个人的这个日记 都包含是 所以我后来有去看一下 他们 针对日记的话 可能就是因为 前总统蒋中正先生 他的任期 其实是在民国 37年4月19号 一直到64年 4月5号 那前总统蒋经国先生 其实他的任期是 67年5月20号 一直到77年1月13号 死亡 这段期间 不管是包含总统的文物 甚至他个人这个日记呢 依照这个文物管理条例呢 都是属于 必须要被 纳入总统期间的这个文物 而认为是国家所有 但是蒋家不认为如此 对 目前蒋家不认为如此 官司还没有定验吧 只有一审而已 因为一审判决 那 蒋家会不会上诉 目前还没有看到 后续的这个报道 好的 接下来 板桥 卤肉饭 的千金 被裸 是吧 对 是绑票 对 嫌犯跑掉了 这一件其实是比较特别 其实我简单跟大家报告一个 这个案件的这个经过 原来讲就是有一个 板桥一个很有名的 卤肉饭 前景 他其实在回家途中的 被一个 也不能说歹徒 反正就被一个 核性犯嫌人的去卤 但是他当时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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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利去挣脱 后来所以这个 没有被卤走 那 后来这个 海山分局 针对这个 鲁人 他们一开始认为是 鲁人未遂案 可是他没有报警 这个检察官指挥 而是他们去通知 这个嫌犯到案 结果嫌犯也真的到 警察局去做说明 他们说明之后 警方觉得这个 这个核性主嫌 犯罪嫌疑中逃 所以当场要把他 拘体 结果他要拘体的话 在我们的刑事程序上 必须要提供 必须要给 检察官签发这个 居票 没想到他给 检察官签发 居票的时候 检察官认为这不符合 居体的这个要件 为什么 对 等一下我会做说明 可是当时这个 海山分局的局长 他们认为 居体的这个要件 是因为 我们跟检察官的 见解不同 那可是我们现在 就要回到这个 案件的本质说 到底是检察官 跟警察 跟检察官的 见解不同 还是警方 其实是违法居体 那我今天来 跟大家报告一下 在我们法律上来讲的话 要做所谓的拘捕 刑事诉讼法有规定 第一个要 拘捕的话 其实总共有四种情形 第一个你是通缉犯 他就是可以马上逮捕 第二个来讲 假如说现行犯 也可以马上逮捕 第二个来讲 就是所谓的居体 那居体就是 也是一种逮捕 那居体的话 他有两个层次 第一个就是 我合法通知你 你没有正当理由不到 那我就可以 检察官就可以签发 居票来去抓你 那第二个来讲 叫所谓的进行居体 意思就是说 你有犯罪嫌疑重大 然后而且你有逃亡 没有一定的住居所 或是有灭证 这些情况的话 我就算我没有 传唤通知你 我没有先发通知给你的话 我还是可以先 报警警察官 开立这个居票 开立之后 我还是可以去逮捕你 所以关键是在 检察官有没有给居票 对关键在警方 他有没有去申请 这个居票 而且他是事前要申请 这叫有令状 就是说你事前要先申请 你不能等人到了之后 所以警方应该做的事情 就是我一方面 在问你的笔录的时候 我这个时候就去找检察官 要居票吗 是这样吗 没有确定的笔录 就可以申请居票吗 其实应该说 我们更正确的做法来讲 应该是说 当警察认为说 这个确实是 辱人勒署的罪嫌的时候 他其实应该就要 报警警察官 而且他查清楚 报警警察官之后 我再去抓你 可是这一件 我们警方的做法 比较特别是 我先寄转换通知给你 请你到到案来说明 结果真的到案之后 你认为人家犯嫌重大 我就直接要抓你 这其实在程序上来讲 是有一点问题的 对我们还要补充一个 最后一个来讲 还有个叫紧急拘捕 所谓紧急拘捕来讲 就是说 这个是无令状 意思是说我不需要居票 我就可以直接抓你 可是我事后要补的 那这种情形 我们的法律是规定是说 你听到现刑犯的公诉 而且公诉他有其他的共犯 犯罪嫌疑重大的话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来讲 或者说 他是执行或在押中跑掉的 那你也可以直接去逮捕 执行或者什么中 执行在押 就是他在被羁押 他羁押中他跑掉 这种也可以直接逮捕 那第三还有他的犯罪嫌疑重大 然后警方盘查你的时候 你一盘查你就跑掉 那个警方也可以直接逮捕 不需要居票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因为他事出比较紧急 所以立法者才可以授权说 警方可以先逮捕 后来才去申请居票 那海山警察局一定可以用最后 你刚刚讲的这种情况 对 来说我这就是紧急状况 对 可是现在问题是说 第一个海山分局 他通知那个人 那个人其实是主动到 他没有逃亡的问题 就是说我是因照你的东西来 我没有逃亡 换句话说他有没有逃亡的这个事实 其实是看不出来 那第二个来讲 其实等他这个人传唤到的时候 他说他为什么要卤这个卤肉饭千斤 其实是因为他爱慕他 所以他想要把他卤到车上来跟他告白 所以后来海山分局就有看到的资料 他本来从卤人勒索这个案件的认定 他后来移送给检察官 只是一般的妨碍行动自由 勒索这两个字好像本来就不应该有 他并没有勒索的这个阶段 对 所以他变成只是一般的所谓的妨碍行动自由 这个方式去移送给检察官 所以他也不是重罪 所以检察官在审核这些条件之后 才认为说你没有夫妇妇的具体的要件 所以他才没有去做一个具体的 没有下一个具体的这个文书给法院 可是嫌犯就不见了是不是 对 嫌犯后来就跑掉 那他既然主动到案又跑掉 这意味着说什么 是他也知道这个警方的程序有瑕疵吗 我只能说 或他利用了 对 他利用了这个瑕疵 而这瑕疵其实是警方造成 因为为什么说这个瑕疵是警方造成 其实很特别一点是当时的这个分局长 他其实有说过 他其实说自己在新闻上有报道说 当时远警第一时间急着抓人 而且对象还不明确 因此他虽然有成立专案小组 但是没有报请检察官指挥 海山分局的分局长叫林温柔 对不起 应该是警察局局长 当时的警察局局长陈哲文 陈哲文 对他当时在新闻媒体上这样讲的 换句话说当时以我们一般的角度来看 你连对象是谁都还不知道 那你就去抓人 那这样不就是打扫清澈吗 那你又没有先报请检察官指挥 可是到后面新闻发生之后 你又说跟检察官见解不同 而且检察官是侦察出体 我认为这一块来讲是警方违法在线 好的 另外我们是不是处理过这个话题 那就是基隆市市民陈清旭 积欠了不少 一万八千块钱的罚单 他不缴 被移送强制执行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宜兰分署 拍卖了他的房子 得款一百三十五万元 这件事情我们要一个后续的追踪 我们当时就说还会有发展吗 就果然有 确实是有 首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其实就后来行政执行署这边 他后来确实以目前我得到资料来看 他已经撤回这个拍卖这个程序了 换句话说 但他后面就欠款的部分 他有另案再去做追索 但是以目前的程序上来讲的话 因为他们在后来行政执行署有发现说 他们要去拍卖这个笔录 他们要做要查封哪个标的 其中有一个木造的房子 他们其实在笔录上是制作是说 这个房子是存在 可是他们后来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 这个房子已经不见了 换句话说这个笔录的 房子怎么不见了 木造房子可能是比较老旧或干嘛 至少他们后来去现场看的时候 这个房子已经灭失了 所以这个笔录是有问题的 所以基于这个程序上有瑕疵 所以他们目前来讲 依然行政执行署已经把这个拍卖程序撤掉了 那可是拍得的那个人没有损失 以目前来讲拍得那个在法律上来讲 我认为以我个人的见解来讲 他已经去取得这个权利 但后续的话要怎么去弥补 他这个权利上的损害的话 可能就是执行署必须要 看是有一个国赔 或是其他的协调的方式来去处理这一块 不过行政执行署 好像还是要这个原来的市主 也就是基隆市民陈清旭 竞速清缴罚款 对因为其实刚才大哥说 他只欠缴1万8算多 可是其实宜然分属 他其实受理这个诚信的这个案件来看 他其实总共的件数总共有71件 而且他其实应该缴纳的金额 其实是31万多 31万多 其实总共是31万8 还不是1万8 可是其实他真正去执行之后 他目前能够扣到的金额只有6万多而已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1万8已经是减真后再减真了 所以他还是至少要还1万8 对目前来讲是这样 好的